你看看你这么大人啊 连个自行车都不会骑 说出去丢丢人呢 你就不能对我温柔一点吗 你没听说过严实出高途吗你 慢慢来慢慢来 慢慢骑队 你行不行啊 我当然行啊 只不过你在这里我有压力 那我怎么办 到前面去等我 你一个人行不行 我当然可以啊 那我先去前面等你 你自己慢慢骑过来啊 小心点 小心点 喂喂喂喂 小心啊 你差点撞到我不说还撞我的头啊 我哪有撞到你 我明明A了嘛 我不讲道理 来来来我们重新回放一下 找 côté来 干嘛干嘛干嘛 发挤啊 喂 我可没听你说啊 两位喝点什么 是你带我来这儿的 有什么推荐啊 这个 我还没点呢 那个服务生 是不是我们下午撞掉的那个 好像也是管他呢 撞不认识好了 对了 你有没有听说 发生了一件大事 什么事啊 天塌下来了 听上层的修炼者说 我们投你的吉地之门好像裂开了 哇 那怎么办 你们家宗主又比你练功了吗 我就不信你们家会长没有敲打你 别提了 夏会长走的我连 连个浪漫的恋爱都看不见了是不是 算是 还是我私传 夏会长那个古板的老头 你是不是知道 你什么时候才肯把玩儿的时间 用来经济修为 要以学业为重 知道吗 不准谈恋爱 是是是 夏家家大业大 夏大小姐人生的每一步 都不是能够轻易选择的 嗯 正青春 做自己 你给我们拿回去吧 来 两位美女 约约约 今天喝点 小气鬼 一杯酒就想讨好我们 太无聊了 我都想回去了 等子鹤哥哥来接我们吧 他已经在路上了 子鹤哥哥来接我们 嗯 那我还是先回去了 为什么 虽然我有很好的心理素质 可是每每感应到 子鹤哥哥像刀一样锋利的眼神 我就会缠上很深的罪恶感 我可不想当天灯泡 我先回去了 你去等你的子鹤哥哥来接你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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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大叔 我在这看了半天 就你一直在打人家都不还手 看什么 我又不是在帮你 我只是看不过人家甚至不 这么晚了还回家吗 哇哇哇 有我在我就不允许你欺负他 子鹤 小涵 小涵 嗯 子鹤哥哥 你看什么呢 我没事 那没事 我们就回家吧 嗯 这是东西 我们去哪里了 这么晚才回来 你说你个暑期都忙什么了 啊 整天无所事事 就值得出去玩 你什么时候才能收下信来 精进一下修为 爸爸 是不是公司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 或者谁惹你生气了 你告诉我我帮你出头 出你个头 让你去公司去实习 去了一次两次啊 然后就不去了 净值得下胡闹 你不要冤枉我嘛 我跟同学在一起 也有讨论怎样精进修为啊 再说了 我都这么大了 还不能有点自由时间啊 整天就值得出去玩 还这么晚才回来 外面那么多人在窥探我们下架 万一要出点什么事 你说 我也是为了下架考虑嘛 总不能闭门造车 爸爸您不是也说过 纸上得来终觉浅 是不是 你呀 老是有话对付我 我会注意安全的 再说了 哼 子侯哥哥 你会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 对吧 也不要护着他 也该管好你自己 今天要加班啦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招募一些体验者 这个我来 我也要多参与一下公司的事务嘛 实习 实习 你呀 来诗涵一起去 对 你安全 谢谢爸爸 好棒啊 景色太棒了 要么好好放松一下啊 空气也很新鲜嘛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吧 好 好 走 走 走 好棒哦 这么豪华 你看那里还有棺林阳台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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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耶 出雅柔亏了 他怎么没来啊 说是身体不舒服 嗯 限定完毕 真的不错 子鹤哥哥 要不然这次你给我们当向导 等我们出去玩吧 呃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很多工事没有处理完的 子鹤哥哥可是大忙人 连我都是来实习的知道吗 哦 子鹤哥哥 你先去忙吧 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 那好吧 你们注意安全 嗯 这又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开发完 有事找我啊 嗯 好的 拜拜 干嘛啊 天啊 我都不带你这样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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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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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啦 夏大小姐 嗯 哪有你说的那什么神秘古宅啊 是不是你情报有问题啊 不可能 我爸爸中间买下那座古宅 也是为了纪念老朋友 他们可能最近太忙了 子鹤哥哥最近光芒着温泉山庄了 唉 算了 一身汗 回去泡温泉 走 哪有个人啊 你感觉 有点眼熟 好 过去看看 啊 哪呢 没有啊 姿势这么诡异 表情还是吗 猥琐 去 去 世涵我们走 帮个忙呗 帮什么 这个 脚不能动啊 为什么脚不能动啊 你怎么了 真的假的我看看 是吗 那 好好好 那你们想要干嘛吗 世涵 嗯 我们找了一圣武 好 好 开始吧 哦 结果 继续 不要停 毒死大死 怎么不跳了 这下是真的跳 怎么手也动不了了 不知道啊 看来她是真病了 我们赶快把她送下去吧 看她那么努力 苗维其能帮帮她吧 来 五二三 哎 哎呀 诗涵 虽然不行 我们把它放倒了 再抬吧 嗯 春春梦梦梦梦一天 头一颗琴弦 把带听歌看漫画 不是耍耍我的拳 你怎么会啊 扬装笑容一天 现在变个脸 哎呀 醉酒梅兔沙头 你也看到了 我们实在帮不了你 我们 已经尽力了 你先走了 等等 我不是 我总觉得她一个人躺在这 有点危险了 不是 失心啊 这也太舒服了 给 大小姐 走到哪个这么爱自己啊 当然啦 在那个队的人来临之前啊 一定要真心实意地 好好帮她爱自己 就像这个一样 要真材实料 嗯 你们女人真贪心 整天就知道爱爱爱的 你不贪心 那你别喝啊 干嘛不喝 我也要好好地爱自己 赞 叮 又喝啊 又喝啊 那个吃货 不是你说 在遇到那个队的人之前 一定要陷anie他 真心实意地宠爱自己吗 所以呢 每位不可独享 我给你拿来了 就你会说话 你到底喝不喝 倒是喝了 怎么又是你 你干什么呢你 给我安静点 起来 你 过来 过来 你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是被人踢过来的 你看 这弄的 你再看我让你死无前尸 雪儿 我们走 终于是爬到山顶了 还好就今天一天明天就回去了 这个鬼地方 确实没什么好玩的 也不是啊 今天过得还蛮有趣的 那么丑的样子被别人看到你还说有趣 是 其实 他有被我们吓到 你看他当时的表情 那臭小子再让我看到他 我一定打他满地找牙 拭目以待哦 好漂亮的花 小鸟 小鸟 没事 好漂亮的花 小鸟 是啊 哇 雪涵 雪涵 小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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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 喂 喂 先生 先生 你怎么了 喂 先生 怎么了 求婚了 醒醒啊 你认识他 他是我一个好朋友的爸爸 他怎么会在这儿 他是干什么的 好像是大学教授 好像还是古物鉴定 和奇门对甲方面的权威呢 爸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 你醒醒啊 爸 这位小姐请你安静 不要影响患者休息 我爸怎么样了 经过医生抢救 你爸爸暂时安全 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爸爸体内有一种 非常奇特的毒素 具体成分还在等待化验结果 现在 只能通过急救来 暂时保住性命了 那他会怎样 最坏的打算 就是患者的神经系统 受到无可恢复的破坏 最终导致器官衰竭 我求你一定要救救老爸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医生们会尽力的 还有一点 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种复合型毒素 如果暂时找不到解救办法 那么就只能拖延时间 而且整个花费是非常昂贵的 多少 保守估计 每天至少得十万以上 谢谢啊 谢谢啊 雅柔 你不要担心钱 这笔钱我来想办法 先治好楚伯不要紧 这么多钱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没事 楚伯伯这次跑到野外 是有什么考古工作吗 我重新完成的这次 我也不清楚 莫家一直资助我爸爸 做一些研究 所以他们走得很近 最近 最近他们好像在找一间古屋 但具体是什么 我不知道 墨家 难道楚伯伯这次出事 跟墨家有关 这是患者的衣物 请收好 谢谢 这儿我好像没见过 这瓶子可能有玄妙吧 只能等我慢慢醒来再说 这瓶子里的东西 可能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三个都要保密 谁也不能对外人说 多岁 这不是夏诗涵夏大小姐吗 你怎么来我们医院了 你哪儿不说 我给你看看 你就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还有那么多人 等着你去救死扶伤呢 本来没事 我看到你 果然病得很厉害 快 找我们医院最好的大夫去 最好的大夫 郭大夫啊 就是啊 来 我来给你喝好喝麦 松开 我只是艺术的感受一下 你再说一次 松开不然我不客气了 她说什么 她说让你松开 再不松开就对你不客气了 那我应该松开吗 当然不应该了 那你就对我不客气吧 我对你不客气 我让你松手 放开 放开她 放开 哎呀 过来不看命你也管 不是啊 喂 下车干 不是他 刚才初晓柔好像不多了 你要有时间的话就去看她一下 哦 好 我 我 喂喂喂 小心啊 喂喂喂 啊 闭上眼 享受这天黑 胸里为风风风向吹 我留在楼底黄昏寒美 每个剪影片像少了个谁 等自己被一色包围 诗海 你要出门啊 子鹤哥哥 你来得正好 我担心雅柔想去他家看看 你帮我叫一下司机 我送你过去吧 子鹤哥哥 最好了 既然我们家小公主的安全 永远比什么都重要呢 上次你家的山崖我不在 已经很自责了吧 这次啊 我也在试试了 我怪你了 走 莫宽 疯子鹤啊 下家的开门口 你也来多管些事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应该不适合再干家 你要是试试误的话 就别再管我们莫家的私事 这两个小女生姐妹情深 这应该也不属于 莫家的私事范畴吧 好 子鹤哥哥 我先上去了 好 好 子鹤哥哥 带我回家 走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学姐夏诗涵 我是屈屈儿 为了迎接新生的到来 我们文艺部呢 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曲 欢迎加入进海大家听 明年明年刻套 慢慢将它融化 就像在试诈渴望 幸福降临的魔法 Everybody get Everybody stop 随时到何处地方 你身则是这样 散发快乐气场 相信自己的人生 才会尽力小小操爽 总有一片空中甜蜜有关人 到达心间 变成的热不停打转 我对美女下药最正常不过了 走 去围观一下 不要 要去你去 对了 你昨天晚上说要去看雅柔 去看了吗 我很累了 别问了 你男朋友去看看 话说 莫欢 对楚雅柔下个药了 美女被迷倒了 莫欢 伸出罪恶的手 正当受欲得逞时 一位半夜 摔到自己都会醒的男人 阻挡了他 郭小冬 这个真男人不会是你吧 这位同学果然豁眼是英雄 这个英俊的男人是我 但这次这个真男人真的不是我 是我新结拜的大哥 唐宇 唐宇是哪个 就是那个女心学霸 听说他历史课从来都不听课 直接考试拿到学分 老师拿他都没办法 哎 说对了 我跟你说啊 各位同学 你们不仅目睹了莫宽的失败 还见证了新奇迹的诞生 我家老大唐宇 就是静海市的新希望 新潮流 大家鼓掌 这个问题该你问吗 啊 这个问题该你问吗 我说 莫宽 对楚亚柔下药 还没连得及得逞就被打飞了 楚亚柔药性发作的时候 身边 就只剩我老大一个人 行 哎呀我们都知道 英雄是不会趁人之威的 但是英雄趁人之威起来 那简直就是不是人哪 哎呀 所以说昨晚上 是不是真的呀 你近眼看见了吗 还是昨晚怎么样了 虽然我没亲眼看到 但我在楼底下手里一夜 你说 他俩一夜都没下来 你们说他们去干什么了 哎呀 你们不要瞎想嘛 思想要单纯一些嘛 别恶的莫宽被打倒 唐宇王子和楚亚柔公主 思涵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不能动啊 给我站好了 不是 那个 我我我我 我以性命担保 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 想象利益上的艺术加工 没有一句实话 哎呀 吓到游戟你都说实话呀 你不是我我今天就死定了 肯定活的离不开这里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刚刚我给他卸了程实骨 七天之内 只要他敢说一句假话 立马蹊跷流血 腐烂毙命 那那那那 我我我我是老实人 我我我们全家人都是老实人 哎呀哎呀你就饶了我吧 闭嘴 再敢说一句假话 我就为你是城市豆沙包 把药效延长到四十九天 不是 那我不就死定了 哎 哎 吓到游戏 你你倒是说话呀 哎呀呀 哎呀 放下吧 我相信你 哎 诗涵 哎呀不是不是 那那小小小小小姐 让我放放一下 那那我放放不放啊 我就放 那个放放放放下 哎 哎 哎 雅柔没来 可能在医院 我们去医院找他吧 你不生他气了 我哪有生他气啊 好那你去啊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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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 救命 救命 这么烫 雪儿 你确定学校真的安全吗 我反正记得 学生者是不能在学校开战的 可是墨家会遵守这个约定吗 没办法 他能去哪儿啊 你到底能不能看出来 他中了什么毒啊 不太像是中毒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也没有明显的外伤 你知道他到底练的是什么功吗 他现在星辰代谢的速度 比普通人快上百倍 我哪知道啊 梓鹤哥哥也不接我电话 怎么回事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夏家和区域家的俩个小娃娃呀 你们不知好歹做的事 你们家里也知道吗 你不能在学校里横行霸道 你没有资格跟我指手画脚 别说你 就你爸下国崩来 他都不能把我怎么样 你想以大欺小 把信堂的角度交给我 你们俩就可以先走了 要不 我现在就再来你们两个 我倒想看看 夏家和区域家的废物 哪个敢说不 我看来时间是来不及了 不死掉就要跟他身体完全结合 你得抓住他 放心 不死丹 难道是传说中 医生的千年不死丹 你们俩还不走啊 好 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以大欺小 你很丢脸啊 你你你还活着 怎么说话呢 很没礼貌啊 你是不是忘了 什么叫 无悔之心呢 老爷老爷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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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祖弟 没事吧 我还真是低估了你惹祸的能力啊 刚离开我多久啊 就惹是莫隆这小子 莫叫老怪我还在呢 他们一家可不是好惹他 这位师傅 唐乙他没事吧 你们离他远一点他就没事 这位大叔是我们救了他 上次也是 不道谢就算了 干吗要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叫谁大叔呢 我 叫哥 这千年不死丹到底是什么 一千多年前 一千多年前 有一个欺人叫医生 据说他医术高超 能够让人气死回生 还练了一大堆神奇的丹药 其中就包括这个 能够严守千年的不死药 吃了真的能活一千年 我不知道 不过医生自己连四十岁也没活到 不过确实有这么传说 医生炼的这不死药呢 另藏玄机 只要有缘人打开药瓶 治下不死药 就能得到医生的传承 什么是医生传承 因为她自己啊 韩羽啊 是不是感觉现在 功力三级跳 像是被人灌了 毕生的修为一样了 这个药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我怎么知道 又不是我练的 就问医生啊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要我帮你找一件东西 被别人先找到了 可现在 这丹药被我吞了 不要辜负医生的传承 好自为之 找到基地 什么基地 喂 大叔 叫哥 话还没说清楚呢 大哥 这位大叔到底是谁啊 他不是那晚在酒吧 后巷打你的人吗 你先让他躺下再说 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这么烫啊 他的脉象 像是突然有了吉祥的内力 一时间无法消化 那怎么回事啊 好吧 他看起来很难受的样子 千年不死丹 经过消化 要消再缓慢释放 所以他才会这么难受 我以前听宗主说过 千年不死丹在服下后 要经过三十六个时辰 才能与服用者合二为一 不过 不过什么 好像没有普通的人 能承受得住 千年不死丹的神令 千年不死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准看 把眼睛闭上 我不看 你怎么样 是还不舒服吗 还是 有点晕 刚才我们 我 我只是看你很痛苦 我亲戚之下 我 反正你不准射出去 你要是敢告诉别人 我知道 死无全尸嘛 谢谢你 夏诗涵 不准睁开眼睛 我就没睁开过 回着手为旅行结尾 一瞬间我掉泪 为纪念品香汽水 眼前的你 不准射在你 不准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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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报告到这么晚才回来 还能成这个样子 紫赫哥哥 你是被我爸附体了吗 怎么说话语气顺序都一样一样的 你先让我去洗澡换套衣服好不好 你啊 从小就是这样 只要闯祸就知道撒酒 我没闯祸 还撒谎 你跟他干嘛去了 和瞿雪儿一起玩啊 还不承认是不是 网上都爆出来了 说你 瞿雪儿 还有那个什么唐宇和朦胧大干了一家 消息怎么传那么快啊 怎么办啊紫赫哥哥 被爸爸知道的话我就完蛋了 当然知道 我已经派人封锁消息了 这事绝对不能让会长知道 好在墨家在无名小组手下 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也不会声张 暂时应该不会找夏家的嘛 嗯 那就好 那个唐宇真能打败墨龙了 倒也不是 是对了好几招 真打败墨龙的是他师父 能和墨龙对上几招 那也算厉害了 对啊 就算他师父不来 也未必会输啊 但他师父也太厉害了 这么厉害 嗯 我亲眼看到的 他师父叫什么名字啊 不知道 谁是秘密的 静涵有这样的高手 怎么我和会长会不知道呢 我先去洗澡了 谢谢紫赫哥哥 你最好了 智涵 嗯 你 学校有人追你吗 干嘛问人家这种问题啊 因为你那么漂亮 学校应该有很多男生喜欢你吧 以前倒是有 但自从写情书的人被柳欣教训了几次 谁还敢啊 你怎么知道是柳欣啊 我当然知道了 每个人都说 那个人身上有浓郁的香水味 我只是想保护你嘛 我怕你被人骗 紫赫哥哥 你就是太保护我了 我总要长大的 你那么帅 公司里就没有女孩子追你吗 柳欣怎么样 她那么有女人味 我不喜欢她 为什么 不漂亮 不可爱 不听话 不是 因为他们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平时太严肃了 你看 你都不笑的 整天皱着个眉头 好像全世界所有倒霉的事情 都被你遇到了 有吗 你看 你现在就皱着眉头 有时候 真想帮你把眉头给抚平了 我一看到你一笑 我就不会皱眉了 好啊 那我笑给你看啊 好了快吃吧 对了 那个唐宇 他真的好厉害 我从来没有见过短期内 向他进展那么快的人 是吗 可能是天资不错吧 可惜不是什么世家出身 再怎么修炼 也不可能登上大雅之堂 谁说的 紫赫哥哥你就是梵利啊 你那么厉害 我从来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勤奋的人 爸爸也说过 他很欣赏你的踏实 我那么懒 一点不长进 以后夏家都扣你了 啊 好啊 那我一定更加努力 然后争取成为你的依靠 成为夏家的 不好意思 喂 现在啊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 我爸又叫你加班啊 是有点事情 我出去一下啊 你吃完再走呗 你自己慢慢吃吧 好 我们明天继续刚才没有讨论好的话题 什么话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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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小心啊 喂 喂 喂喂 喂 喂 艾 喂哥 眉睛和回忆会慢慢淡化 没睡呢 你呢 傻了 谁睡着了还反省 继续吧 别挣扎 适强的笑声为一哭啥 有什么好念念不忘吗 天泪终会缠着 翅膀在我书房 我没事 你也没事吧 放下吧 别害怕 眉睛和回忆会慢慢淡化 留在照片里的微笑望 有一天我会带着雷花捧着她 继续吧 别挣扎 逞强的笑声会让心沙漾 有什么好念念不忘吗 眼泪终会缠着 继续带我冲发 我没带着 即将你守着 别忘了 我哭了 现在是你 我自己也有不思认 怎么骗 我没有 看我 看我 我看我 他 你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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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此刻哥哥 顧曉冬那天你邀請我了 所以你要怎麼穿啊 我配合你 要保密 要不事先知道就沒意思了 那我到時候怎麼穿啊 都可以啊 穿你自己喜歡就好啊 走吧 好 桃宇來了嗎 這誰就敢直接衝我宇哥 詩涵 那個湯丹二 就算跳跳晃晃圍繞 穿四代已呼籲我 因為真是最最美的 這本來也挺愛的哦 即便生活不再預料 我和哥哥那兒跟詩涵跳舞呢 啊 啊 詩涵 你來了 詩涵 我今天來早了 郭曉冬一直纏著我 所以我就 沒事 好 嗯 嗯 偏向少了 我为什么要放弃 雪儿妹妹没有谈恋爱吧 等你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时候爱 什么都不好 真是头疼 好 诗涵 我带你去那边 吃你最爱吃的巧克力喷鱼好吗 哦 诶 可可是 来 诗涵 紫荷哥哥先给你弄个巧克力 紫荷哥哥 我已经长大了 我很早以前就不那么爱吃甜的了 哦 这样啊 我还是希望你能跟以前一样 紫荷哥哥 你去多陪陪雪儿吧 我一会儿还有个事要办 你就别跟着我啦 走啦 不是 诗涵 诗涵 我这找你呢 我也是 我也是 但是 我还是要看你 你 我是 这是什么 这是送给你的小礼物 里面装的是什么 是薰衣草 薰衣草的花语是 等待爱情 这礼物虽然不是特别贵重 但是我亲手做的 代表了我对你的一片心意 那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那如果不喜欢的话 就还给我 怎么能这样 送人家东西拿我要回去的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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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痕迹很轻 青春不回头的旅行 很感谢拥有你 给我的心跳回忆 想说什么 你最低的怀疑 凉桃流 风中眼泪就却映 花成点点 夜空的星星 月色真美 夏末数十就是这样翻译 I love you 夜光下 晚会亮 还在发亮 你微笑 我快唱 每天却更美好 夜光下 我平了 我还在亮 让时间就停在这一秒 向你心中复合一半 哇 怎么这么快就切蛋糕了 刚才我们在那边待得还挺久的吧 是 我要先走了 我只跟老板请了两个小时假 再待一会儿吗 恐怕不行 给您蛋糕 是你 谢谢 吃点蛋糕再走吧 你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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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走了吗 现在可以走了吧 那我先走了 回头给你打电话 嗯 诗涵 你喜欢这个 嗯 我觉得 她就是一个没什么实用性的小东西而已 重要的不是东西 而是送东西的人 她送我什么我都会喜欢的 嗯 我有必要和你说一下啊 你和这个唐宇才认识多久啊 你了解她吗 我和她是没认识多久 可是感觉已经认识她很久了 嗯 就是那种很熟悉的感觉 我说什么她都可以明白 嘿嘿 紫河哥哥 我遇到了喜欢的人 你不替我开心吗 可唐宇嘉 好像不是什么修炼世家吧 静海除了当年的战人世家之外 我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拿得出手的唐家 嗯 她就是个普通人 平时跟她妈妈一起过 还要去酒吧 打工赚学费 所以我觉得你不可以和这种人在一起 为什么 是啊 你可是夏家未来的继承人 所以你不可以喜欢这样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 就是因为我什么都有 我才可以不在乎这些 单纯地喜欢这个人啊 你想得太天真了 是你们成年人把这些事想得太无聊了才对 喜欢就是喜欢啊 想太多的不是真喜欢 那这件事情 你要我帮你瞒着会长吗 为什么要瞒着 会长求你一个女儿 如果她知道了唐宇嘉的情况 你觉得她会同意吗 我不管她同不同意 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她的 但这件事情我要听我自己的 你连会场都不怕了 如果她知道了 极力反对你们两个 怎么办 怕啊 可是 更怕错过唐宇 如果她反对 那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我知道 我肯定不会因为她反对就放弃的 总是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 别那么冲动 夏家这样的地位 是容不得别人背后看笑话 我们下家的笑话 我不觉得和唐宇谈恋爱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再说 夏家是我们家 我 我 小姐这是怎么了 是容不得人的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也是 你也是什么 没什么 你真的会喜欢 我这样一个什么都不识的穷小子吗 你才不是什么都不识的穷小子呢 你是我喜欢的唐宇 你 你太坏了 我怎么坏了 你就是想听我说你好话是不是 我才不上你当呢 我不说了 你 我 怎么了 照片大家都看到了 拍得很不错 你跟唐宇很有偶像剧的感觉 别再致数这些 诗涵 早上好 唐宇 早上好 哎呀 还叫唐宇呢 人家都叫你诗涵啦 郭小冬 什么事啊 没事 你怎么拿着唐宇的衣服啊 昨晚就 好 雅容 过来一下 帮诗涵出主意嘛 来 诗涵往这边坐 你们也知道 我跟唐宇 我是第一次了 恋爱要怎么谈嘛 她又明确跟你说 你是她女朋友吗 这个还要明明白白说出来啊 你们俩 你俩 叫你们是来帮忙的 帮我想想接下来再怎么做 认真点 好好好 想问题 嗯 她送了我一个小礼物 我在想 要不要也送她点什么作为回礼 这个可以有哎 但是得想清楚送什么 对 而且不能太贵重 不然她会有负担的 我本来想送她一套好看的礼服 她上次穿着酒吧服务员的衣服去舞会的 算了吧 你夏大小姐的衣服 哪套不是贵的吓人啊 别把人家唐宇吓着 以为你现在穷呢 要不 送点自己亲手做的东西吧 面当怎么样 这个不错 显得很 贤惠 可是我不会啊 你们也知道的 我平时哪有机会进厨房啊 不然雅容你帮我吧 我怎么帮你 我们三个当中你厨艺最好了 帮我做个爱心便当 分分钟搞定嘛 你下次就跟我回家做 现在 我们要逃课了 不会是夏公主 全世界都得围着她转 好吧 卧下 打开看看吧 就吃这个 不是这个啊 是下面的下面的 下面的 喜欢吗 喜欢 你做的吗 嗯 快尝尝看 这么漂亮的艺术品 我怎么舍得吃啊 诗涵 没想到 你做菜也这么好啊 你 手怎么玩 没事 就切了一个小口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诗涵唐宇你们还在啊 你不是去给你爸爸办出院手续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拿点东西 哦 对了 这是给你们买的奶茶 这是你的 拌糖 谢谢 这是你的汤鱼 谢谢 你自己的呢 我 这是专门给你们买的 谢谢啊 嗯 这其实不是给你买的 是我跟诗涵的 没有你的 好 没事 反正我也不可 时间差不多了 我去打工了 明天见 雅柔 雅柔 你一会儿要去哪儿啊 不然我们一起办 不用了 我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再见 嗨 雅柔 你不是去医院吧 雅柔 你怎么搞的 这么急匆匆的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帮我清理一下 哦 好 雅柔 你没 你没事吧 等一下 让我看一下 这奶茶 哪儿来的 雅柔刚买的 本来还有一杯给唐宇的 嗯 就散那儿了 她刚刚还说什么话了 没说什么 你也觉得她怪怪的 何止是怪 刚刚那一杯 我一闻就知道了 里面放了青啸米药 为什么 她是要对付唐宇吗 没有道理啊 先别说了 我们追上去问问人 雅柔 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什么 你们怎么来了 别废话了 奶茶里 为什么有没有 你们要相信我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的 我们当然相信你 如果你真想害人的话 就不会抢走那杯奶茶了 我知道你的性格 到底怎么了 我不能说 说了也没有用的 不能让你们为我担心 到底是不是朋友 不要把所有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扛 凭夏家 屈家两家的能耐 近海市 有几件事情是我们摆不平的 放心说吧 墨家 是墨家绑走了我爸爸 给了我米药 让我给唐宇吃下 日落之前 我如果不把唐宇带到龙香桥 他们就要杀了我爸爸 墨家为什么非要唐宇啊 是要杀他取血 为什么 唐宇吃了千年不死丹药 传说在三十六个时辰内 只要杀了他 取他心中的血 就能得到他的功力 幸好我没有 可是我爸爸要怎么办呢 墨家欺人太甚 你们不要着急 我回去求我爸爸和子鹤哥哥 宗主肯用转一趟这个浑水 我先回家特点装备 马上和你们在龙香桥会合 谢谢你们 诗涵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唐宇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都不希望他因为这件事情受伤 也不想他觉得亏欠我们家什么 天色不早了 我先走了 那你怎么办 我先去稳住墨家 你们放心 我有我的办法 只有A区和B区 由于结构问题 可能不能按时施工 其他就没有 爸爸 子鹤哥哥 你们一定要帮我 诗涵怎么了 墨家绑架了楚雅柔的爸爸 楚雅柔现在去龙香桥救他 可他根本不是墨家的对手啊 你们帮帮他吧 得罪谁不行 非要得罪墨家 爸爸 现在只有你能救雅柔了 求救你了 不行 可雅柔是我那么多年的朋友 他不能出事啊 小姐 墨家的事情 夏家不能插手 墨家再厉害也要给我爸爸一点面子 世涵 夏家和墨家 表面上是过得去 那也是因为谁也轻易动不了谁 你又何必为了一个外人 跟他们撕破脸呢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 爸爸 你说句话吧 现在还不是和墨家撕破脸的时候 子鹤 你告诉世涵 要想打败一个墙底 最要注意的是什么 一击击中 不留活口 很好 现在夏家还没有这个能力 彻底地打败墨家 所以就不能对他动手 你们都是看着雅柔长大的 求求你们了 救救他吧 在京海得罪墨家 就等于自己找死 自己找死的人 夏家帮不了 那你看在我的面子上破个例吧 雅柔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我不能看着他死 朋友 强者没有朋友 强者不需要朋友 本来嘛 你和楚雅柔 就不该是什么朋友 曲绝而还可以 最起码是无毒世家 以后还用得到 宝宝 小姐 算了吧 这每个人啊 都有自己的命 早点回去休息吧 得罪了墨家 就算你帮他这一次 也是帮不了一辈子的 快開 快走 快哪儿 去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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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人去龙翔桥那边救他 我求我爸爸还有紫赫哥哥 但他们都不肯得罪墨家 我怎么办 我马上过去 可是我怕 墨家本来就是要对你不利 他们本来是绑架了雅柔的爸爸 是逼他给你下药的 但他不忍心 所以才抢走那杯奶茶 既然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我更加没有理由不去救他 我马上去龙翔桥 走